伯拉图将爱情定义为不朽的向往 历史正是对人类生活的不朽向往 以及回忆 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一切欲望的春天都不复存在 然而历史永在 只要我们试图去理解真正的历史 我们就走上了一条美妙的路 历史没有隐瞒 我们没有忌惮 史无忌惮 宋世南主讲 考拉FM出品 你们的倾听 价值连成 考拉FM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食物鸡蛋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世南 相信听众朋友们 听我的声音就知道 我的感冒没有好 鼻子还是不通 不过这并不妨碍 我们来流畅地讲述今天的节目 今天呢 我们要讲的内容是 讨论釜山形 釜山形最近太热门了 我的学生 我的朋友 还有我的朋友圈上面的联系人们 有蛮多在讨论釜山形 似乎现在不看虎山形 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了 我也看到很多夜间的热议 比如说有影评人说 韩国电影又甩了我们十年 更有影评人调侃说 虎山形在香港台湾 破了韩国片的最高票房记录 在内地却破了韩国电影的盗版下载记录 哈哈哈哈 由此可见 釜山形现在确实是叫好又叫做 当然呢 在我们大陆是叫盗版的做又供应 叫好呢 是有影评人说 韩国电影又甩了我们十年 就靠一部釜山形 不过我看了倒觉得没那么夸张 我觉得釜山形就是一个上司版的 雪果列车嘛 是一个典型的内型片 这个影片讲述什么呢 影线讲述我要稍微有点剧透了 听众朋友们小心一点 影片讲述男主人公 也是为单亲爸爸叫石宇 与他的女儿秀安呢 乘坐高速列车前往釜山 结果呢 列车上串了一个诡异的少女 他身上有丧失的病毒 这个丧失病毒在车厢里迅速的传染 不断扩散 刹那街列车陷入了血腥的灾难 而各色人等 他当然有一些经典的角色设计 这就不再剧透了 各色人等都在这辆列车上 为了生存呢 他们必须起来战斗 或者算计 然后充分展现人性的光亮 或者阴暗面 在尽情渲染的凡人们 面对死亡灾难时的歇世底里 或者拼搏斗争时 导演最后还是给了观众一些希望 经历过无数次血腥 惊心动魄的紧张搏斗后 整套电视上呢 只有两位幸存者 男主角的女儿秀安 另外一名孕妇叫盛金 哎呀 这儿剧透了 没关系 其实一部好的片子 是不怕剧透的 一部烂的片子 也不怕剧透的 最怕剧透的是 不好不坏的片子 如果腐山行 它真的是一部经典的影片 它是不怕剧透的 那么忍不住再剧透一下咯 电影最后一段的情节呢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当时男主角的女儿秀安和孕妇圣经 他们跌跌撞撞的大乱不死 从猎身上下来 走到一条隧道面前 而腐山呢 就在这条隧道之后 可是呢 就在这条隧道后 已经大量的军队 埋伏在那里 准备随时歼灭 跑过来的上司 而秀安和圣经呢 因为距离这个军队太远 他们没有办法被辨别是人还是上司 这次军队已经瞄准他们了 眼看叫开火 直到秀安带着哭腔 唱出了一首民谣 非常嘹亮 非常清纯的一首民谣 秀安的声音呢 有点颤抖 他的歌声顺着空洞当的隧道 传出去 震耳而响亮 一下子呢 这部一开始 从头到尾都有点讶异的电影呢 变得比较有一点亮色了 让人觉得啊 传口气过来了 然后呢 就是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咯 士兵们就放下枪 不再瞄准 冲上去呢 营救这两位 幸存者 秀安和圣经 整部电影呢 其实只有100多分钟 108分钟左右 并不长 故事呢 也并不是很复杂 其实剧情比较简单 就是典型的病毒栽弹片 只不过这病毒的僵尸病毒 发生在密闭空间等等 节奏呢 比较紧凑 然后呢 人物设计也比较有鲜明性 所以呢 能够紧紧抓住观众的心 但其实说到底呢 釜山行它还是一个上映类型片 只是呢 把老套路在密闭的空间里面 打boss 打怪过关的 这种套路 玩得比较出色而已 有不少朋友说呢 看了这部电影后 深刻的反思人性了 深刻的开始思考人生了 我只能说 如果要靠这部电影来思考人生 理解人性的朋友啊 too young too simple 我并不认为这部电影的思想有多牛 也不认为它反映了某种 深刻的社会现实 或者它深度剖析了复杂的人性 釜山行就是一部 拍得还可以的爆米花电影罢了 有一点点想法 有一些套路 并且把套路呢 玩得有那么一些心意 和那么一些技术 仅此而已 可是呢 影评人哀叹的韩国电影 又甩了我们十年这样的哀叹 我倒是蛮赞同 因为放映我们最近十年 就商业片领域来讲 连釜山行这样第二流的电影都没有 近视难片 什么画皮一画皮二 乱七八糟的古装片 什么钟馗打妖 然后就是些无病声音的 什么小时代大时代 什么后会有期 我们连釜山行这样第二流的电影 都拍不出来了 后者还有一些非常非常垃圾的 恐怖片和鬼片 就是你看了之后 最后觉得唯一一个 要见鬼的就只有导演 然后你在电影中 从头都见不到鬼 最后放出导演的名字的时候 哇见鬼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 连釜山行这样第二流的电影 都拍不出来呢 其实呢二三十年前 甚至十几年前 中国大陆真的还有一些 值得一提的电影 那时张玉谋还没有成为国师 拍奥运会啊 拍G20啊等等 他还能拍出红高粮 活着等不错的影片 陈凯歌也还没有成为笑话 没有像现在一样成为一个笑话般的存在 像《八万别姬》呢 也确实是当代大陆电影的经典 姜文呢 虽然一直是个毛左 但是在90年代 他还是拍了两部不错的片子 阳光灿耐的日子 鬼子来了 而贾张科 个人比较喜欢一个导演 那时也没遭遇瓶颈 他所拍摄的小镇青年系列 小五站台 任逍遥 也至少让我和我的不少朋友被打动 那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其实二三十年前 甚至十几年前 国内能够上院线的 或者是在 DVD里面流传的 不管商业片也好 艺术片也好 都还是有可权可点的 包括冯小刚当时的货税片 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货税片 也远比他现在的那些傻狗靴的 其实要更加的真诚 和有吸引力 而要想解释 今天国产电影 在艺术和事项上的衰败 我们可以去搜索一个贴子 这个贴子叫 广电总局 16年来 禁限令一览 这个其实并不算最全的 但大概有轮廓的 把最近16年 广电总局 关于影视的禁令和限令 然后收集了一堆 我们可以看到 相比80年代和90年代 早期和中期 在2000年前后开始 广电总局是疯狂加速 然后朋友们感兴趣 还可以再去收另外一个贴子 叫中国大陆被禁止 供应的100部电影 我们可以看到 大多数被禁止供应的电影 其实都是在90年代以后 开始有的竞片一说 其实80年代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竞片 但没有那么多 90年代以后 竞片的名单是 一年比一年长 最后长到 其值100部 我们真的可以数出 成百上千部了 说到竞片呢 我也忍不住想起了 我的好朋友 以赛亚柏林 在他的专注 苏联的心灵中的一段话 针对苏联的审查 和对知识分子的羞辱呢 柏林不无讽刺地说 苏共当局觉得 伟大的民族 必须拥有 重量级的教授 杰出的艺术家 和充分的文化装饰 因此呢 他们给予那些行业的 一流从业者 很高的薪水 可是呢 当局又难以抑制 威吓或羞辱后者的冲动 尤其当后者 稍微表现出独立精神 或者是希望 保护尊严的迹象时 他们就会 迫使后者记住 迫使这些教授 艺术家 和文化人记住 你们身上 酸者锁链 酸者审查的锁链 酸者事后惩戒的锁链 甚至是酸者终身封杀 乃至进去的锁链 这是以赛亚柏林 针对苏联时期的 文艺审查的 和对知识界的 迫害的 一段讽刺的话 我觉得蛮有意思 朋友们说没听明白 回国去 重新听一遍 那么我们还是说回来 来看我们自己的 中国电影吧 其实中国电影呢 从诞生以来 不久呢 就开始电影审查制度了 民国时期 国民党政府 他也不吃素的 图书审查 和电影审查 也是有的 可是呢 要说审查制度 如此深刻的 影响到中国电影 那还是要算在 当代大陆了 那么说到 中国电影背禁呢 远远不是在 80年代 尽管90年代以后 镜片开始越来越多 其实呢 从1950年代初期 新中国就出现了 第一部被禁的电影 当然这个新中国呢 只是沿用的 政治术语上面的 新中国 从我个人的审美 和政治学判断呢 我倒不觉得太多心 好 我们说回来 1950年代 第一部被禁的电影 也是中共建国之后 建政之后 第一部被禁的电影 是武训传 武训传 是在1951年公映的 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可能都还记忆犹新 但要比较大 像我父辈那么一代 就记得五训传 和五训传打批判 其实五训传呢 本来拍的是一个 民间的一个善人的故事 讲的是山东的五训 一个乞丐 他行起半学的故事 最开始呢 在国内放映时 还收到了好评 可是 从1951年5月20日开始 有了转折 就在这一天 人民日报开发社论 应该重视 关于电影五训传的讨论 对五训传展开的大批判 而且呢 迅速的批判风潮呢 从电影师人员 扩大到了 整个文艺界 从具体的 五训电影的评价 和五训本人 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 然后呢 直到这个抽象的 间基斗争 间基立场 终于成为一场 轰轰烈烈的 文艺界的 整风学习 政治性运动 而就在不久后呢 1951年10月24日 在北京文艺界 还召开了 整风学习动员大会 胡乔木 周扬丁林 在会上分别做了 关于整风 就是要进行一次 关于文艺工作方向 问题的学习 介于改造 思想 改进工作 不过呢 好的是没过多久 大规模的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 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呢 也就被三反五反的 政治运动 席绝代替 慢慢无疾而终了 到了1957年 反应运动开始 好不容易从 五训传的印象中 喘息过来的电影界 再次受到严重冲击 请上瘾就打了 46名右派 其中呢 导演石灰还自杀了 他也是这46位右派中 第一个自杀的人 导演石灰是为什么被整呢 因为他在他 所拍摄的电影 物海夜行中 他的干部形象 不是伟光正 被认为 给我们无产阶阶的 伟光正干部抹黑了 结果呢 石灰被打成右派 受到迫害 他最终自杀身亡 再过78年之后 89年之后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6年 中国电影几乎全部停产 文革十年间 拍摄的全是按照 江青的三突出原则 为政治服务的电影 一个委员界 就是样板戏 样板电影等等 直到文革结束后呢 尤其在1980年代初期 电影才开始回归 也出现了一些 三横文学 三横电影 开始反思文革 反思毛巾的制度 反思人性和社会问题 其实八十年代初 还是有些不错的电影的 什么百云山之恋啊 什么这个木马人啊等等 还有福隆正啊等等 福隆正 现在拍绝对被禁 但当时 却还是在院线供应了的 福隆正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禁片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电影频道播放 我怀疑他现在还是禁片 但是八十年代初 福隆正 是可以公开在院线上映的 万人空巷 由江文和我们的老乡 刘晓庆主演的 好说回来 八十年代的电影 有蛮多复苏了 但是呢 其实也不是一帆风顺 虽然八十年代被禁的电影 没有九十年代多 但也有的 比如说 1980年的电影 太阳和人 它中间就这样的台词 林安这个国家 苦苦的念着这个国家 可这个国家爱你吗 这个电影就被禁了 还引发了一场 长达两年的争论 而随着改革开放 继续推行呢 社会风气 开始有一点变化 很多国营制片厂呢 一开始根据观众需求 拍摄最初的 很山寨的商业电影 荧幕上呢 出现了喜剧 历史 武侠 犯罪 惊悚 甚至有一些 情色的题材 我现在最记得 八十年代 我在老家 武东小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学生 我去看黑侠叠学记 女主角 跟别人打了打去 穿个肚兜 打一打的 突然肚兜 哇 一下好像是撕开了 然后露了可能 零点一秒钟的动体 哇 当时我们 全部都惊呆了 后面我和我的好朋友 史泉仲啊 奶蛙等等 我们重新掏钱又去看了 一次 两次黑侠叠学记 就为了看 在中间零点一秒的 裸露镜头 那个肚兜突然失掉 露出白花花的 女性的动体 嘿嘿嘿 而进入 1990年代呢 电影审查开始收紧 然后这一时期呢 我们还记得了一些国产片 基本上都禁片 我开始念了那么多 像活者就是禁片 八案别记曾经被禁 后来在嘎拉德的讲 墙内被禁墙外开花 香才得以解禁 不过现在呢 电视台都不能够 完整的播放 八案别记 还有田中庄的南风筝啊 也被禁 他们是所谓 第五代代表导演 被禁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的电影 反映了文革啊 反右啊等等现实 比如活者 可以算是一个史诗般的电影 根据余华的小说改编的 那将正反啊 反右啊 文革啊 在电影里面都有披露 而八案别记呢 主要涉及到了文革 文革体产 所以被禁 进入2000年以后呢 中国经济开始驯猛发展 电影产业化和商业化呢 也比八九十年代更厉害了 这个时候呢 现代的商业片终于出来了 有了货税片的概念 有了各种类型片的概念 小鲜肉的青春片啊 喜剧片啊 动作片啊等等 而主旋律的题材呢 也相对来说越来越少 虽然有时候还是要铺天盖地的 建党伪业那些 碾压一下你的眼球和脑子 但总体来讲呢 院线里面放的 主要还是当代的商业片 可是呢 由于电影审查环境 日趋严厉 我们的商业电影呢 也慢慢的朝着一个 非常奇怪的方法发展 那就是远离现实 不接地气 就是最接地气 什么叫不接地气 就是最接地气呢 就是拍的不接地气的片子 才最有可能被通过 来运行播放 所以拍不接地气的片子 却反而是了解 中国电影审查现实的地气了 远离现实 就拍不敏感的历史题材嘛 拍水服 电视剧拍水服 拍什么金科啊 拍什么虚构在唐代 宋代明代 或者清代的这样的历史题材 还有无病声音的 各种小支电影啊 等等 只要远离现实 就没有问题 而如果 你要关注现实 像盲景啊 盲山啊 苹果啊 天柱定啊 等等 那都会被各种理由封杀 说到审查和封杀呢 朋友们可能就要问 干嘛不分级呢 你不能在院线 用所有人的看 起码也可以分级一下 或者呢 有我们去购买度像带啊 或者光碟 或者在网络分级下债嘛 分级之路被喊了好多年 已经老生常谈了 我在这儿呢 就指点一个要害 为什么在可以预见的 一段时期内 中国电影的分级之路 都不可能 因为现在的审查 是很有弹性的 是人质 就靠电影委员会的 那几十个老果果 但现在下放到各地了 但是终审还是 总军的三十几个老司机 他们的审查很多是 由人来定的 而且呢 更直接说 像色情暴力的内容 可以分级 但政治敏感题材 没法分级啊 你把那某一年定为最高级 另外某一年定为次级 最近的哪一年 又定为一个普通级吗 政治敏感题材 是无法分级的 我们回头看 九十年代以来的 各种竞片 特别我们可以去看看 那个上百部 中国大陆电影竞片的名单 大多数都是因为政治问题 而不是色情暴力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是因为 情色和学性的问题 但多数都是因为政治问题 不知道朋友们 知不知道 中国其实 曾经有过很短暂的 电影分级期 当时那个很粗糙的分级 那就是在1980代末期 当时呢 1988年 寡妇村放映的时候 年纪大一点的朋友 七年后六年后 会记得 寡妇村这个电影 当时很轰动的 里面有蛮多寡妇 年轻漂亮的 有一点情色意味 当时呢 宣传的时候 作为某种营销技巧 就打出了 儿童不移的字眼 当时呢 其实这儿童不移 是他们自己打的 偏方自己打的 不是官方限制的 随着儿童不移的字眼 成为热门话题呢 第二年 1989年3月1日 广电总局呢 也颁布了 一个通知 叫关于对部分影片 实行审查 放映分级制度的通知 这通知的被要求 从当年5月1日起执行 1989年5月1日起执行 这个分级制度很简单的 当时呢 有三部影片 进入了第一批的 少儿不移的名单 比如说 临时的谋杀案 可能是血腥 讲的是谋杀少女 还有银行抢劫 然后还有一个黑楼孤魂 它是展现文革中 驱使的幼女冤魂 然后现在魂席归来 报仇了黑楼孤魂 涉及到文革 还涉及到鬼片 也少儿不移 还有一部电影 就非常出名了 也很血腥 有点残忍 是反映当年日军在华 秘密制造 细菌武器的 黑太阳731 70后一定会有这个记忆 那么这三部电影呢 是进入第一批 少儿不移的名单 当时官方声明呢 分级制的 适行期限为一年 以后呢 再逐步细化和深化 可种种原因呢 只在1989年 当年就无疾而终 随后呢 是长达20年的 电影审查规定 有一个电影审查委员会 30多人组成 主任呢 一般是广电总局 电影局的局长 副主任是他们副局长 还有什么最高检啊 教育部啊 总工会以内的 当然有些业界人士 有些传媒大学啊 电影学院啊 也有一些电影导演 有30多个人 组成了一个 最高的电影审查委员会 在很长一段时间呢 中国大陆所有的电影 最后到交由 电影审查委员会 来进行审查 不过2013年7月呢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布 要取消20项审批职责 其中呢 就宣布要取消 一般题材的 电影剧本审查 就不审剧本呢 只实行梗开公式 就审梗开 不过呢 电影人普遍认为 其实呢 现在严苛的 电影审查制度下 剧本过审 并不难 文字 可以包装 可以弄 审得最严格的 还是拍摄完成后的 影片本身的内容审查 所以呢 就有意义的人士说 取消的电影剧本审查 并不意味着 取消的电影审查 而且呢 很多投资方或导演 为了避免 拍出来之后的电影被毙 只能更小心翼翼 因为剧本没有被审呢 但是现在直接省影片内容了 这些投资方呢 或者导演呢 制片呢 只能更加小心翼翼 在头脑里 按上一把 类似于米窝蛇说的 锋利的剪刀 头脑里的剪刀 这是米窝蛇 对东欧 在共产主义时期的 自我审查 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头脑中的剪刀 就是说有时候呢 官方对你的审查 会造成你自我审查 而自我审查呢 可能更加严厉 你就像在自己脑袋里面 装上一把剪刀一样 剪掉自己 不合主流的思想 剪掉自己反动的话语 剪掉自己 非主流的内容 除了取消 一般题材 电影剧本的审查 实行梗 盖公司以外呢 2014年4月以来 管理总局呢 又宣布在全国范围内 实行国产电影 孰地审查 也就是说 由各省及广电部门 对本行政区域内 所属电影制片单位 拍摄的各类影片进行审查 总局以后呢 主要负责 宏观指导监督 所谓的放权了 全面放权了 但其实呢 这个通知本身又规定 审查权的下放 只限于普通影片 像重大革命题材 重大历史题材 重大文献纪录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各类中外合拍片 包括中港合拍片 中台合拍片等等 现在还没有中台合拍片 中港合拍片等等的审查权 仍然有总局来负责 这个还是很要害的 而且呢 他下放到各省级的 广电部门来审查 其实还不是换烫不换药 只不过把那些 中央一级的审查委员 变成了地方一级的审查委员 他们审查的精神 审查的方式 没有本质的变化 这就不像 比如国外 我们蒋英平讲过 比如说 美国的这个网站分级 电影分级 他们的这个分级委员会 基本来自于 有电影的同行 有来自于专业人士 还有来自于 儿童的家长 合手组成这个委员会 没有官僚 官僚没有资格 对电影进行审查 在欧美 开放自由的国家看来 好我们说回来 那么尽管呢 现在开始实行 属地审查 就是放权到各省 及广电部门 但是呢 上院线前的终极审查 还是总局来管 比如说那个农标 还是总局在发放 农标就是那个 当当当当当 然后美部电影 开始放映前 在国内电影院 放映电影之前 当当当当的响 然后画面上就 蹦出一个龙的标志 这个龙标 就是中国电影审查的标志 只有拿到这个龙标 影片才能顺利 与观众见面 所以呢 像最近几年 这个审查 虽然换了一些方式 换了一些花样 包括下放啊 包括取消一般题材 电影剧本审查等等 但是呢 我们从本质来看的 中国电影内容审查 只有更严厉 而没有更宽松 讲到这里呢 可能朋友们 也自己会给出答案了 为什么现在我们连 釜山形这样的 二流影片 都拍不出来呢 不是没有创造性的 艺术人才 也不是没有 优秀的观众市场 而是没有创造性的 自由空间啊 这才是要害 好 感谢各位收听 本期食物鸡蛋 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下期 我的感冒已经好了 不然我老是鼻子嗡嗡的 也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食物鸡蛋 不听不散 拜拜咯 我们下期再见 想爱可以再快一些 只要感觉对 任性是多么迂晦 不必太了解 关于这些那些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分手可以容易一些 只要你不拒绝 柔情不再那么纯粹 何必太沉醉 关于这些那些 失去的意再难挽回 冰冷的心谁又能安慰 温烫的泪不必为谁 该来的来 该去的就让它过去 我不想终于为爱憔悴 温热可以容易一些 只要你懂拒绝 柔情不再那么纯粹 何必太沉醉 关于这些那些 失去的意再难挽回 Zither Harp 平安的心谁又能安慰 万堂的泪不必为谁 你该来的来 该来的来 该去的就让它过去 我不想终于想终于为爱憔悴 冰冷的心谁又能安慰 不必为谁 滑烂的心谁又能安慰 分手可以容易一些 只要你懂拒绝 柔情不再那么纯粹 何必太沉醉 关于这些那些 失去的意再难挽回 关于这些那些 失去的意再难挽回